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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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用纸包起来还好 要是拿在手上 不久的时间 就会顺着手掌心 渗尽邪漫 温尔姑娘 小新姑娘虽然也跟去了 只可惜她也没看出什么来 刘亦 你不要过来 温尔姑娘 我对你四目一角 自从明山盛景一别之后 我就陷入青海不可自拔 温尔姑娘 这客舍 这恐怕是你我的洞房 别说是蜡烛 就是连个洗字都没有 你不觉得太草塞了 太寒酸了吗 嗯 的确数是如此 不过 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柳玉玲 我告辞你 温家不只有我一个人 哈哈哈哈 温尔姑娘 有件事情恐怕你还不知道 我已经得到温少卿的首可 而且已经讲好了 我替她除剧情 而她替我了却心愿了 就算到时候令尊令堂 要是责怪下来的话 自由温少主来回话 哎 不过我也相信 令尊令堂 应该不会责怪才是 就凭我柳玉玲 家世人品 在这世上还不多见啊 当今之中 不怕绝大洪水 只可惜 我柳玉玲 曾经沧桑南威水 除去乌山不适宴 任那若水三千 我只去一瓢野 柳玉玲 你不要过来 你给我站住 你不要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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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樑玲兄 你一定要柳儿上门啊 你先别为是谁了 站过榴连花鼠 出来迎客吧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侯玉坤 月灵兄 别来无恙 这江南一边 以树寒朔 这古人云 一日不见如三秋 那你我 郝玉坤 君子有成人之美 这玉林兄有此美事 兄弟我哪敢杀人风景 做丧人阴德的事情呢 只是 长言说得好 见面是分一半啊 你 郝玉坤 你在说什么 这玉林兄 一向是耳目敏锐啊 这十丈之内 哪怕是飞花烙叶的声音 也都听得见 这今儿个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耳沉呢 这女色 究竟是能够迷乱人的心意啊 这兄弟刚才是说 见面分一半 郝玉坤 你来得可真巧啊 这玉林兄 如果认真说起来 兄弟比你可是要来得早得多 郝玉坤 你我并列四块玉之中 一向交情不错 何必为了这一件事情 而交物了呢 这这 我怎么敢给玉林兄交物呢 只是这温飞卿 乃当今四大美人之一啊 有多少人 都愿意一亲方则而后死啊 哦 你也愿意吗 哎呀 这牡丹花下子 是做鬼也风流吗 好 那我就撑出去 哎 慢着慢着慢着 哎哟 玉林兄 这兄弟可不敢销售 你那神鬼皆怕的 搜魂银针哪 哈哈 不是我绝情 是你逼得我忍无可忍 哎 哎 好深厚的 内力 刘云秀 好 现在你再试试这个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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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我还当是谁呢 你当是谁呀 我们家二姑娘呢 哦 在屋子里边了 刚才人家柳公子还跟她会过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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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哼 慢着 我们家姑娘呢 哼 哼 哼 別歇口犯人 好啦 你們兩個人都別說了 我們家主人夫人一會兒就到了 有什麼話都讓他們說去 人呢 還更要問你呢 張三郎這個小子還挺滑溜的 你們的確沒認錯人 那個人的確是妙手空空張三郎沒錯嗎 回夫人的話錯不了他 柳公子要找的那個小子就是他 你不是說秋霜認識那小子 怎麼又變成張三郎了呢 這 這我怎麼知道呢 妹妹救的明明就是那小子嘛 而且趙漢也這麼說過呀 管他怎麼回事去了 對咱們來說 張三郎比那個小子重要 不 我覺得那個小子比張三郎重要 你 哎呀好了好了 你們父子倆在這個街骨眼 還在吵什麼吵呢 依我看哪 這兩個人對咱們任何一個人都重要 你們說那小子 那小子曾經挫敗四世救過張三郎是不是 回夫人是的 那小子中了柳玉玲的搜魂迎針沒錯是不是 是啊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這小子中了柳玉玲的搜魂迎針 即使非親能夠救他暫時活命 也跑不了多遠 咱們是中了張三郎的吊虎離山之際 對 對呀 走 給我站住 別去了 現在再到那片樹林已經沒用了 他們早就走了 娘 那 那我們 那什麼 你要知道 張三郎帶的那小子不但暗眼 而且走不遠 他們一定是顧車趕路 你們現在帶著人就在這附近等著 一定會來的 我跟你爹找你妹妹去 走 去 張三郎就在附近 這個時候 他管得了什麼非親 說你糊塗 你還真是老糊塗 這非親打從小誰管過他了 可是你要知道 現在你要是不去看著非親 這少卿哪有心事 去對付張三郎跟那小子 你 大師兄 沒人了 是啊 這下子 不會再有什麼修羅燈了 這回呀 他們的修羅燈再也是亮不起來了 大師兄 就在這兒 相究 到處都是寧星為人 能夠找到這麼個連鬼影子都沒有的地方 已經是不容易了 就是嘛 人家薛平貴 王寶川 破瓦寒窯都能成親的 這兒總比破瓦寒窯強得多嘛 再說 以咱們目前的處境 有這麼一個地方已經不錯了 快快 真的這合適呀 大師兄啊 還可以過日子呢 老二 快把我放在車上 累壞了 別說累壞了 我也不會搶了你 你們來瞧瞧啊 溫妃親這個模樣 連我們女人進來都動心了呢 大師兄 這哪輩子修來的福啊 搶這麼漂亮 如花思雨的大姑娘 一夕之間就成了寧星溫家的襯榮快婿啊 鯉魚跳龍門身價百倍啊 師兄啊 您也別忘了 我們一個是小姑一個是小叔 不也是秃子跟著月亮走 三光嗎 可惜少一對紅蠟燭 不夠熱 說得也是 大師兄啊 您這麼大歲數了才娶老婆 您是老來福 再怎麼說我們得熱鬧熱鬧啊 對 我來辦這件事 大師兄啊 您瞧我們大師兄已經等不及了呢 大師兄 當心這朵花可有刺啊 這個啊您放心了 咱們得感謝柳玉玲 他已經把這朵花的刺都給弄軟了 好了好了 小師妹 咱們來吃相點 外邊過去 大師兄啊 您可不能當真哪 沒什麼一日夫妻百日恩的 今天啊把他留下是因為您的面子 他呢往後過了明天是我的 我要把他這張臉給毀了 哎呀好了 走了走了 出去了 你是 既知見不情 何必多問 楚公子 這件事情又跟你扯不上關係 錯了 這件事跟任何人都扯得上關係 楚公 這個妞兒跟我們師兄妹三個人有仇 我看你就別伸手下梁 嘗對她渾水 他跟你們三個有什麼仇 有 請你仔細看看我這張臉 女人把她容貌看得比生命還要重 我不能敢誇我自己的臉是美色 可卻稱得上妖艷 害人無數 滾得好 楚奕萱你 楚奕萱三個字也是你能隨便叫的嗎 今天這件事我是管定 你們三個要是有把握能勝得過我這把無情劍 儘管過來 否則立刻給我滾 是 既然楚公子當面 封四海兄妹 立當攻守相認 放肆 吳情劍從來不記女色 試試 我們知道不是你的對手 不是你吳情劍的對手 好 立刻給我滾 好 該殺的白骨三殺 這位姑娘 說婦子 姑娘 姑娘 求婦子 快給我 求婦子 rove 我 求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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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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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二姑娘 主人及夫人道 请二姑娘出见 提评主人夫人 二姑娘已不在此地 哎呀 是我糊涂 那小子已经跑了 他还守着这儿干什么呢 快传您信令 命二姑娘紧急联络 是 这个丫头 得我找到她 非把她囚禁起来不可 我怎么会 我 我怎么会 姐 姐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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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女孩 还有什么离间离公子 叫我 还有什么离间离公子 三儿 文飞卿啊 文飞卿 你二十年了 冷熬高深 并行蜡少 在武林中 喘得女煞星称号 世间虚媚 你不屑一顾 就连你的家人 都昏赏结晶 谁知道 一夕之间 揭话虚幻 美梦趁空 完了 完了 温飞卿 你从此完了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又为谁而活呢 不 我不能死 害我的是柳玉玲 至少 我不能掀她而死 柳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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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带她进来 是 带她进来 一定又是去找那小子去的 不 少主 你不可以冤枉二姑娘 二姑娘是到柳玉玲那儿去要解药 回到了客栈 却不见了李公子 二姑娘是让杯子去传明明信令 让宁心门的人不准伤害李公子 不准伤害她 她是我的情敌 恨不得让她错骨扬灰的 说下去 是 杯子传了宁心令以后 又折回了客栈 只看到了柳玉玲 跟侯玉玲两个人在院子里搏纱 回到了房间 却不见了姑娘 床上就有这个 少主 杯子认为这件事情 柳玉玲跟侯玉玲都有关系的 好一个大胆的侯玉玲 她大概是活腻了 传练下去 立刻搜索侯玉玲 见着她格杀勿论 是 少主 还有柳玉玲呢 柳玉玲我自己会去找她的 去吧 是 放眼天下武林 谁也没有办法让她头上的法毡掉落 除非是 是我 出来吧 好 少卿兄 令尊令堂是不是已经走了 哼 我爹我娘根本就没有来 只是小琼吓唬吓唬你 少卿兄 这事儿是咱们俩约好的呀 嗯 不错 可是我妹妹不见 你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快说 少卿兄 你怎么会问我这话呢 我当时不跟你说了吗 我正在跟侯玉玲拼斗啊 你当真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你想想看 要说我真把二姑娘给弄走的话 那我可能还在这儿等她吗 这就怪了 难道 对 一定是她 一定是那个该死的侯玉坤 不可能 侯玉坤当时正在跟你拼斗 他没有机会 少卿兄 你怎么聪明一世是糊涂一时啊 你想想看 难道说那侯玉坤不能带两个帮手吗 这分明是她故意把我给引出房 然后让那两个帮手 进房间去把人给裸走 可是我妹妹的身手 放眼天下 又有谁能把她抓走呢 这 这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 我妹妹现在不见了 如果我爹我娘怪罪下来 千万别把我牵连在那 她还不知道我用的药 要是再留下去 一旦斗楼开了 我准保死路一条 少卿少 我可以给你担保 你就去找那个侯玉坤要人 准没错 你呢 我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错在我 我为了要恕这份罪呢 我即刻就赶赴金华去一趟 这个时候 你赶了金华去做什么 少卿少 你真是心绪都给搅糊涂了 我问你 是不是那个令狐姑娘 已经给送回金华去了 不错 而令狐姑娘 她也一直坚口否认 这门亲事 是不是 都是因为那个小子 因为那个小子 所以她否认 少卿少卿 不管是为什么 在这普天之下 能够让令狐姑娘 俯首听命的 只有她那个奶奶 鸡婆婆 我这儿就到冷月门去一趟 找到鸡婆婆 就凭我这儿三寸不烂之蛇 我就不相信那鸡婆婆 不肯点头答应 到时候 只要那鸡婆婆 她点头答应 这令狐姑娘 这大美人 就是你宁心门的少夫人了 玉林兄 既然这样 一切就拜托玉林兄 少卿兄 你怎么说这话呢 门少卿兄 您不嫌弃 推心置腹 论为知己 而且这件事情 唯有内疚在 就算是我今天磕破了头 我拼了这条命 也得求纪婆婆答应 那就有劳玉林兄 那此事事不宜迟 我这就告辞了 请 玉林兄 还有什么事吗 少卿兄 我忽然想起一事 这侯玉坤 固然不可以放过 可是 这小穹姑娘 她是二姑娘的贴身丫鬟 要是说 让她把那小子给藏起来 害得你少卿兄四处乱找 那才冤枉 小穹 少卿兄 那我就告辞了 请 什么人 禀少主 属下猪鬼来报 过来 有什么事吗 禀少主 侯玉坤终极出现在西南二十里外 侯玉坤 一定要把她捉下 走 上 禀少 是 是这儿了 门柱上留有本门的标记 叫我们的人出来见我 是 里面有什么人在 赶快出来见过少主 见过少主 嗯 侯玉坤是不是在本村呢 回少主 侯玉坤在这个村子里是没错的 可是属下没有搜索他来 哦 我们的人在这里有多少 呃 共有十个人 四个人负责搜索 其他的人在村子外边搜索 嗯 只要把这个村子围起来 他就逃不掉了 是 是 到这儿去搜索 是 到这儿去搜索 你不是侯玉坤 你就是宁兴门的温少卿 当然 你是 你要找侯玉坤是吗 没错 我不是侯玉坤 别在这儿打脚 带你的人到别处找去 既然知道我是宁兴门的少主 还敢如此说话 你当不是无名之辈的 你当你宁兴门的少主 我不认识 你要找侯玉坤 没有必要动问我的幸运 哼 我要找你呢 那要另打别人呢 好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要先找你 什么 再找侯玉坤 什么理由先找我 我找一个人 不需要你 我不想惹事 也没有心情惹事 我叫楚玉坤 无情剑 四块玉之一 巧 找那块玉 偏碰上这块玉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巧事 是很巧 嗯 你这块玉 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动 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四海之内任我遨遥 你管得着吗 北宁星 南冷月 看你要站在什么地方 好个北宁星南冷月 敢情你宁星门跟冷月门 已经瓜分了天下了 谁定 我还以为这天下 是我楚玉轩的呢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这块玉 比另外那几块玉 要硬多少 我今天 就要砸了你这块玉 柳玉玲呢 我不知道 我问你 柳玉玲呢 她不在这儿 我是来找侯玉坤 你到底说不说 妹妹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妹妹 小琼来报 说她看了 侯玉坤跟柳玉玲 在客栈的院子里面搏斗 后来又说你不见了 手下来报 说在这里发现侯玉坤的踪迹 所以我来 没有必要 侯玉坤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可是小琼明明来说 可是小琼明明来说 她发现侯玉坤跟柳玉玲 在客栈的院子里搏斗 还是小琼使诈 说了一声爹娘来了 他们两个才吓跑她的 那好 我又多知道一个侯玉坤 她既然在这村子里 把她揪出来见我 你们几个 给我挨家挨户的去搜 是 妹妹 你没有怎么样 我没有事 刚才那个人是谁 四块玉里的楚玉轩 楚玉轩 她为什么一见我就跑呢 我怎么知道 也许她是怕你们 再说 普天之下 又有谁不怕你们 就连我见了你 也有些怕你 从今以后 没有必要 从今以后 也只有我怕人 不会让人怕我 妹妹 你 要是看到了小琼 替我告诉她 舅说是我说的 叫她先回宁星门 我到外头有事 暂时不能回去 去 顶少主 全村都搜遍了 没有找到 没有 刚才是谁 发现侯玉坤在这儿的 回少主 据 回少主 据他们说 是跟着侯玉坤到这儿来的 嗯 你们怎么知道 是侯玉坤呢 这 据他们说 侯玉坤原则出现在这一代的 他们赶来的时候 看见了一条人影 投入了这个村子 他们是根据这条人影的 轻功造诣判断 你们确实看清这个人是侯玉坤吗 这 我看你们是把楚玉轩 当成侯玉坤呢 这批没用的东西 赶快据个搜 一定要把侯玉坤抓到 抓不到别人来见我 是 当今四块玉中 侯玉坤算是最狡猾 他要是有心躲 找他不容易 哥哥 你先去我找他 找到了把他交给我 我要去找柳玉林 告诉我柳玉林在哪儿 妹妹 杀一个侯玉坤已经够了 我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 可是 你要知道 我是你同胞的亲妹妹 妹妹 柳玉林对你只是一片痴心 他并没有害你啊 一片痴心 他也配 我宁愿多看一条狗一眼 也不屑对他一顾 哥哥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伤害我呢 他是这么说的 而且小琼也来报 说看见他跟侯玉坤 在院子里搏斗 后来你就不见了 回我的 不是柳玉林 那会是谁呢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找他 告诉我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哥哥 你是知道我的脾气 你要是再不说的话 可别怪我翻脸不认志气 好 我说 他到金华去了 去找季婆婆 帮我求亲去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如果不信 你唯我试问 他可真会躲 我温非亲要找的人 不管天涯海角 也躲不掉 我这就上江南去 哥哥 在我临走之前 我奉劝你一句话 像刘玉林这种人 最好少叫 能断最好早断 要不然 总有一天 你会毁在他的手里 妹妹 爹娘 叫你赶紧跟他联络 不必了 告诉爹娘 不必以我为念 妹妹 还有那个小子呢 你趁我去拿解药的时候 派人到客栈里 没看到他吗 没有啊 有没有 现在都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现在哪儿 上哪儿去 哥哥 得饶人醋且饶人 为你自己 为温家留点厚福 总之 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许任何人 伤她一根寒毛 妹妹 你 我知道 你也很清楚 秋双固然是跟咱们一块长大 也一直跟你很好 可是 那锦女是兄妹之情 现在秋双碰到了一个人 一见倾心 不能自拔 这是情 也是缘 你凭什么干涉呢 我告诉你 秋双的心 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你要是心胸磊落 还能让秋双叫你一身兄长 否则 这两家的交情 就毁在你的手里 让我放手饶人 我要真的放手饶人的话 这如花的美眷 不就成了她的了 好 好 好 前辈 就此告辞了 老弟 你我就在这分手 以后有缘再相会 前辈对于我的照顾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老弟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是也救过一命 如今 我们就算是一报还一报 记住 千万不要倔强 有机会还要找温儿姑娘 想想办法 还有你现在身子虚得很 不要找人家动手 动个真气 会对你内伤 会加速 多谢前辈 我知道 那 我先走一步 告辞 前辈保护 不冤母 没有一点线索 张三郎已死 匪退马不明下落 如今又落到这个伤 连刺猬的能力都没有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 小二 客官 您走啊 大师兄啊 您也别生气了 这不等于也替咱报了仇了吗 可是现成的 别现成不现成了 大师兄 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吃了不该吃的会折羊瘦的 好 客官您来了 您挺坐 您挺坐 那小子 来了出气啊 我整了他 不是跟整了他是一样的吗 李明孝 到这一家的 那要看 你这一家的 你本身的 你还要看 你这一家 你这一家的 你这一家的 还会再碰见张三郎吗 请继续收看美岭飘香续集